我们来这里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知道问题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 要出动三大种族上门喊话呢 近日 网路上就流传一段 疑似在大马发生的追债新招 影片中 可见几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前 不断喊着疑似再载的 全民并要求对方出来面对 并强调他们只是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问题 易警人不仅自带支架和条服 摆在债债的家门口 还拿着大声工 分别用中文 马来文和淡米尔文讨债 有别于凶神恶煞的追债方式 有网民就表示 连阿龙也要跟上时代 对欠债人讲道理 比起零红漆 涂鸦和纵火等等 网民称这样的追债方式 似乎文明多了 不过 也有人认为 他们身穿制服 看似追债公司 受货与债主 并不像是一般的阿龙 无论如何 有者也提醒 影片中的追债方式 可能涉及扰民 或者是已经触法了